大家好,我是Serenia 晨晨 今天的主題比較特別 我今天要來開箱語耀的專輯 剛剛其實我已經開完,然後錄了一個版本 結果我超傻眼 就是我的相機突然顯示 無法讀取記憶卡 然後我以為我再打開,它是不是剛剛也出錯 結果沒有,所以我剛剛已經開到一半了 可是我還沒有打開來看,幸好 所以我現在看這個 現在是正在錄的狀態 好,OK,現在確定好 那先大家看一下包裝 我剛剛已經花吃過一番 好,那個不好看的樣子 讓大家不要看到也比較好 然後我很喜歡這樣小清新的封面 我是第一次買到像專輯是這樣 直接有點像是寫真集的封面的感覺 所以才叫特別專輯 然後後面有文佳語耳 有點像在沉思 所以這個主題好像是春天 就是這一系列的照片是春天 然後封面這個照片是夏天 我有看到他們在 就是Gross Generation他們的官方Line 然後有傳的照片 會說這個是下面會寫說 這是夏天、這是春天、秋天、冬天等等 然後剛剛還有給大家看小卡 就是剛剛也是沒錄到的 有時候是可以很少女的 有時候也可以很成熟 就是喜歡他可以有各種不一樣的風格 有時候或者有時候也會很性感 好,那我們來開 先是專輯的部分 這個字的寫法讓我想到泰妍的專輯 我也有買過泰妍的 The Voice的專輯 就是他的第一張正威專 然後這裡 就有點像永遠寫的一句話 大家看 有點像是謝謝他所有的粉絲 然後還有他 照顧他的工作人員 感覺好感動喔 畢竟上也是在出道這麼久 好,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然後這邊 這邊是他的第一首歌 A Walk to Remember 然後 第一張就好美喔 嗯 先選這種風格 然後這就是春天的概念圖 帶大家一張張卡 這邊 喔,這裡都有一種萌萌美 嗯,這個效果好看 春天的系列 看起來就會有一種很舒服的清淡感 我這樣拿我都好擔心掉下去 掉下去會心透死 這是一開始釋出的那兩張照片 他穿這個衣服 蓬蓬的好可愛 啊,鏡照 給大家特寫一下 我好喜歡這兩張喔 就是 我喜歡 我喜歡 他國中 我跟我媽一起看那個 他演的 第一部 他演你主要的戲 叫你是我的命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 國中的時候也看過 或者是你小時候看過就對了 我之前 我真的從那一部開始認識他 然後才開始認識上一代 那時候韓國的明星 IDOL還沒有這麼紅的時候 這張花在後面 在前面的感覺 不錯耶 他接下來這裡就是第一首的歌詞 從這裡開始 嗯,這樣 這樣好像是他在 最新的那首歌的MV裡面 一開始的那個演照 看一下 然後接下來就是 夏天的主題 我覺得快速翻閱給大家看 小落門唷 嗯,燦笑 嗯,有活潑的感覺 不到好多 每次看女兒拍照 或者少女子 帶他們一整組 拍系列的照片 我覺得 有一個衝動 很想要畫素描 就是把他們畫下來 他這個 跟我平常拿到的那個 專輯附的寫真布好像更厚耶 是夏天 快速翻閱 你在第二首歌 秋天的感覺也很棒耶 我整個色調都換了 換成一個橘橘的色調 變得比較成熟的感覺 可是也沒有到蒼桑組的 是很有氣質的秋天 我喜歡這張 怎麼在照片 在相機裡面開的照片 明明我就在這邊看了 覺得很美 哇,好氣質喔 再沉濕 那就是很有氣質的秋天的照片 好像就冬天了 哇,你看那個穿著補紗耶 不止那塊 這裡就是一個灰黑色調 這裡就是十足的成熟感 跟前面的感覺超好多 有點像是看到少女時代 褪變的過程 衝上過去 這裡一次拿兩首歌 後面就有了 後面還有這系列的 啊,我看到這些戴黃罐了 我也超喜歡的 後來釋出的一系列的照片 然後很慵懶的笑容啊 這個,這個超童趣的 我很喜歡這系列 就是 一種 用暖暖的色調 來去代表一個 童心 未冥的感覺 然後還不穿鞋子 然後穿格子褲 看,很可愛的表情 最後再來一張 可愛的遠遠的照片 然後這整本就這樣 欸,我還蠻 我其實還蠻喜歡這樣 就是 寫真集的那本小本的 是放在這邊 然後不會每次打開磚 然後掉出一本這樣 其實這樣還蠻好收藏 有點像是一本寫真書 好質感喔 那我們咧,開海報 其實我會現在開箱 就是因為 我剛剛快遞才送來 我的海報桶 我這樣買媽媽木的海報 就是它沒有 像是這樣 送來一個海報桶 因為媽媽木的海報 大概看得出來 尺寸比較小 大概就 嗯 我不知道怎麼喜歡 八開嗎? 因為通常我記得 SM我每次買它的 那個 海報都很大張 所以它可能逼不得已 都沒辦法裝在一起 不過上次我買媽媽貨 也是買文藝 對,媽媽木的第四季的第四張磚 也是 它是直接包在一起寄來的 因為比較小張 可是我卻覺得 它把它包在一起 用一個長的盒子 卻把它包裝得很好耶 所以我才會在第二次 都在我音樂上買 它裡面一樣有先用這個跳起來 嗯,很好耶 要不要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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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曉 哇 這也太美了吧 不過好像要這樣放 喔天哪 不要看 不住我沒關係 天哪 然後下面有寫它的專輯 在下面這裡 嗯,這太美了吧 趕快收起來 怕弄髒 那這種臉 就是 那個 IDOL的臉放在很中間 或很大的 之前它也有一張 類似的 因為你就會很接口 不擔心 因為我很擔心會 會沾到它的臉 因為隨便就會弄到它臉的一角 或什麼那個海報 就毀了 會很心痛這樣 那我等一下再努力把它放回去 那所以 我覺得我這次 開箱就是 潤兒的專輯 我覺得整體 我是很喜歡 文藝院他們的包裝方式 然後也喜歡 SN這次 處理就是 包括設計 永兒這次專輯的 全部的 全部的照片的概念啊 然後展現出來的風格 因為我其實覺得 永兒更適合的就是一個 不要太過於花俏 然後展現出她真實的自我 我覺得粉絲會更希望看到的是這樣 不要有那種太浮誇的那種造型 因為其實以前在少女時代 大家該辦都辦過了嘛 那現在更應該看到的是 永兒真實的樣子 那我也很喜歡這次的歌 我希望如果大家喜 大家看了這個影片之後呢 一定要去聽永兒的新歌喔 多多支持她一下 那當然最近 泰妍也有出那個 在日本 日專 她的新的專輯 那裡面有一首 她的主打歌是叫 VOICE嘛 然後那首歌也是很 很powerful的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去聽聽看喔 泰妍跟永兒是完全不同的風格 最後想要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這是我第一次 讓大家知道說我喜歡 就是韓國的一些愛戀啊 那如果有人希望看到更多 像有關於這樣的主題的話 記得要在下面留言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點個喜歡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喔 那如果想追蹤我更多 穿搭、生活、美妝 還有塔羅牌的話呢 請去追蹤我的IG還有臉書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唉唷我的Siri怎麼突然叫了